三案九題 神坡在時刻T等於0的坡形如右途 坡的周期是兩秒鐘 經過1.5秒的時候 坡形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我們前面上課的時候交代過一個重點 叫做借值震動一次 第十一個周期產生一個全坡 前進一個坡場上下四個正斧 那我們現在的周期是兩秒 經過了1.5秒 表示他經過了四分之三個周期 表示坡呢會前進四分之三個坡場 那麼這個叫做一個坡場 這邊叫做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四分之三 這叫做四分之三個坡場 所以這個坡會前進四分三個坡場 所以坡就走到這邊來 然後呢向後面延伸 所以我們就知道我們的形狀呢 長相呢應該是比較像豬這個樣子 所以呢我們第39題的答案呢要選的是豬 經過1.5秒之後坡形的樣子呢是豬的選項 OK這個是我們的第39題